哈囉我是沛莉 今天的小實驗呢是造福韓俊銘 或者是年長的人 因為呢我要來開箱的一個 就是它號稱可以把手機的螢幕變成 大螢幕的一個追劇神器 我們來看看它到底好不好用 然後背後呢就是它有它的使用說明 我覺得它的 它是很輕很輕的塑膠 感覺上像是很廉價的玩具 就小朋友的玩具那一種 那我先把它裝好看一下好了 不過它真的是蠻陽春的 所以安裝方式也很簡單 就只要打開兩邊 然後這邊放手機就可以了 主要放大的這一面放大鏡 有聽到它卡卡卡的聲音 它不是玻璃的 它就只是一個壓克力版的感覺 但是它上面呢就是有一個圓形的一個弧度 然後側面看 它是有曲面的 稍微有一點點的曲面 所以是有一個放大鏡的效果 那 欸 我嘴巴變大了耶 有齁 嘿嘿嘿 現在直接組裝起來給你們看 我們來看什麼韓劇呢 來看藍色海洋的傳說好了 前之前超美的 而且 嗯 反正就是超好看的好了 我覺得最近的幾部韓劇真的好好看喔 然後現在藍色海洋傳說已經收視率超高的 現在 欸 都第八集了 那我們來看第八集 我現在看韓劇呢都是用愛奇藝 有人用愛奇藝嗎 因為我之前都是會透過網路去找一些線上看的韓劇網 但是我發現最近非常多廣告或者是詐騙的感覺 就是 你要點 點擊收看的時候 會有一個彈跳視窗跳出來 然後就告訴你說 你抽到iPhone7了 然後或者是說 呃 你的手機中毒了 中毒軟體要噴心 重點是 那些彈跳視窗都沒有XX可以讓你直接關掉 就只能按確定 我覺得超可怕的 我就只好整個頁面關掉 然後重新再開 因為我不敢按任何的按鍵 我怕說按了之後 我個資被盜 或者是我手機真的怎麼樣了 好危險喔 嗯 所以 好啦就花點錢吧 花點錢買個安心 還是你們有在哪裡看韓劇 你可以偷偷私下告訴我一下 好 我現在把它安裝起來 但是我怕那個 呃 影片播出 它會有它的音樂之類的 會有它的音樂版權 會導致於我 現在這支影片被關掉 所以 我現在用靜音的模式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它的效果好了 呃 我剛剛有研究了一下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位置太高 或者是太低的話 你都沒有辦法完整的看到你的畫面 然後還有近 太近的話 你就會看到你的手機邊邊 可是太遠的話 就可以填滿畫面 但是邊邊會稍微 就左右兩側的地方會不見 所以它就是只有一個固定的位置 可以去看你的韓劇 才會有放大的效果 只是這一片板子 會把你的韓劇變得比較模糊一點點 像是女主角 臉上漂亮的妝 男主角帥氣的表情 還有那個字幕 就會稍微看不清楚 嗯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這是一個聰明的發明 但是 實在是太陽春了 哈哈 好 我想應該有些人也會覺得說 呃 是因為我手機的螢幕比較大 那如果說你今天手機不是這種大螢幕的話 也是螢幕比較小的話 那頭影效果也是這麼好吧 我們馬上來試試看 我現在用的這支手機呢 是美圖的M6 我覺得它拍照真的是超好看的 就是美肌程度只要開1 它可以把頭髮 睫毛都拍得很清楚 可是臉是無瑕的 然後 立體度也很好 顯色度跟彩度 就是鮮艷度都非常的漂亮 甚至連錄影的時候 它都比iPhone的手機量很多 我覺得它真的是拍照神器 所以我現在裡面就是沒有裝信卡 只是拿它來當作自拍機使用 好 我現在播放的是鬼怪 有沒有人覺得鬼怪超好看的 男主角兩個都超帥的 然後 題材跟劇情也很 創新 所以我還蠻喜歡看的 就是 你一定要敢在第一時間就收看下一集 呃 我覺得螢幕比較小的話呢 它真的是有受影響的 它的螢幕比較小 所以它沒有辦法填滿這一個框框 就是 雖然也是有放大效果 但是就是沒有滿框的感覺 不過 沒有滿框也是一種好處 因為 它的左右兩側就不會被切掉了 所以的確還是可以使用的喔 你們覺得這個 放大效果的追劇神器 好不好用咧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呃 它算是一個 有趣的發明 可是實用性的話呢 真的是 不太實用 再加上它其實很便宜 所以你很容易就覺得 欸那我買來試試看好了 可是 它會把畫面變得比較模糊 然後角度也有限制 嗯 嗯 還滿雞肋的 我覺得它可能就會 被我丟在某個角落這樣子 有人喜歡嗎 可以留言給我 哈哈 好啦 如果說 呃 你有發現什麼 新奇好玩的東西 你很想吃它到底好不好用 你也願意跟大家分享的話 歡迎留言 貼連結給我 我也看看它好不好用 然後或許可以拍影片 跟大家分享喔 那 呃 今天呢就是我自己 對於這個追劇神器的 一些新的感想 我們下次見 喜歡影片也可以幫我按個讚 然後 歡迎訂閱一下頻道 這樣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就這樣囉 我們下次見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留言留言 我會再留言 好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可不可以按一下 現在閉嘴 像是 6-8月的 你更活動 我會的文字